- 近期,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,在国际事务中,可谓是大胆身手,在叙利亚以及伊朗问题上,土耳其都有着绝对的发言权。 此外,土耳其方面的强应不单单是在口头方面,近期,土耳其政府军首次抛击了设亚又发拉底和东岸的库尔德武装,让主席美军感到十分紧张,逼迫美军履行漫笔记协议,与土耳其政府军联合在漫笔记地区展开巡逻。 而在伊朗问题上,美国在11月5日制裁伊朗能源领域后,土耳其再次强力发声逆挺伊朗,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所谓的为期六个月的扩免权。 此外还将加怕对伊朗石油以及天然气的采购力度,因为土耳其人是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,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均与美国叫板且态度是非强硬的北约国家,日前却遭遇复兴。 据新加坡原和早报等多家国内外媒体报道,11月9日当天,土耳其东南边境三个Tip军事基地发生剧烈爆炸,而此次爆炸事件并不是因为遭遇袭击,而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军在操作重型火炮的过程中出现问题。 据悉,此次爆炸事件造成25名土军受伤,此外还有些人下落不明。 哈卡里省南部军事基地所在省,省长办公室对外发表声明表示,此次爆炸事件可能是因为军营内部的土耳其士兵,使用了存有故障的大炮所致,但是并不清楚土耳其军方具体的任务是什么,究竟是在进行作战任务,还是进行演习,目前还尚不得知。 土耳其国防部于当天晚间表示,目前基本可以排除此次爆炸事件是人为所致。 目前,土耳其军方以及当地医院正在救治受伤士兵以及搜救失踪人员,相关专家即将展开全面调查,从而彻查此次爆炸事件。 由于哈卡里省位于土耳其东南边境,与伊拉克以及伊朗接壤,因此,该军事基地,堪称是土耳其政府军,在伊拉克背部,采取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。 也正是因此,不排除土耳其政府军,当时正在采取相关军事行动,而此次突发事件,对于土耳其政府军而言,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,必将会延误土耳其军方针对伊拉克北部,库尔德武装的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及作战部署。 作战部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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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